大家好,我是Nemonjango项目部署的老师黄祥 那我们上一节课呢,已经讲了Settings.py里面要怎么配置 而且我们也已经在自己的虚拟机上面呢,运行了一个简单的页面 那我们这一节课呢,主要是要讲出错模板 也就是说经常会出现的一些出错的,例如说404,500,403之类的这些出错 出错的页面,在Jango里面应该是怎么配置的 因为一个网站部署到外面去呢,经常会有出现一些访问的异常 那这些呢,都必须我们来配置好它的出错的页面 那我们这节课呢,主要就是讲要怎么配置这个页面 那我们现在经常看到的一些出错的页面,主要是包括这些 例如说404,404当然大家都清楚了,就是页面没找到500内部错误 403,当然它的具体的错误代码呢,其实下面的每个错误 下面呢都有,其实有非常多,大概是就好像403,大概是有二十几个吧 每个错误代码都有不同的指代码 但是我们最主要的这四个,包括400,例如说页面已删除啊,或者是更名啦 过期啦 这些,那这四个页面呢,基本呢,就可能涵盖了大概90%多的访问异常 那我们今天呢,就是来讲一下Jungle呢,出错的时候,这些模板的配置 那Jungle,它出错的时候,这个模板怎么来配置呢 主要有两种方法啦 第一种,在url.conf下面呢,重新定义一些handle函数 其实,我这里解释一下,就是这里其实说的是在我们的Jungle底下 它不是有一个url.py嘛,这个底下呢,加上一些语句 例如说这句,handle的404等于什么什么 这个我们的build里面的某一个行数 那么,当出现404错误的时候呢 就会自动的跑到这个行数底下去处理 所以它说的其实就是url.py 那么还有另一种方式呢 就是直接在模板templates目录下面呢 建立一些,例如说404到html,500到html 那么,你访问的时候呢 例如说你出现访问不到的情况 那自然它就会显示404到html里面的那种 这是第二种方式 那这两种方式呢,只有在dickbug等于false起作用 也就是说我们上一节课在setting.py里面呢 有讲到dickbug 还有temporarydickbug之类这些 也就是说你如果是在dickbug是true的情况下呢 是不起作用的,我们这些 你配置这些出错的模板不起作用 那这一点呢,是要大家注意的 那我们现在先首先来看一下实际的操作吧 我们可以看一下上一节课 首先我们看一下给它一个正常的页面 据说访问,如果来访问我们的网站呢 正常的页面应该是怎么样 那在这里呢,我随便给它写了一个 随便给它写了一个正常访问的页面 那如果访问test这个路径呢 那就到views里面的test行数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是最简单的一个页面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views.py里面这个行数 这个test行数呢 它只是访问一个test.html里面的内容 那其实test.html里面的内容呢 是非常简单的 就是你刚才看到的 那我在这里 那我现在给它写 我给它写进去 那我们现在如果是访问这个呢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假设这是一个正常的页面啊 我们访问test 那么它直接就是 简视test.html里面的内容 好接下来呢 我们想要测试一下 就是如果是404 它应该是显示什么页面 那在这里呢 我们首先要记得刚才说的那句话 就是说在setting.py里面的tickbug 必须是false 你才能测试那些页面 否则它显示的是 Django内置的那些出错页面 比如说404 然后打印了很多很多东西 这不是我们要的 因为我们说的是部署到生产环境的机器上 所以我们现在先看一下 那个tickbug 这个标记有没有光掉 我们打开setting.py然后打开看 因为我现在这台虚拟机呢 它是lab1 它的机器名是lab1 所以在这里呢 它是false的 也就是说 dickbug这个标记呢 是false的 那我们现在直接访问一个 随便敲一个地址 让它访问不到 看看是会显示哪个页面 例如说像这样的地址呢 它是不会显示的 它是找不到的 肯定是找不到我随手敲出来的 那之所以 现在显示这些呢 是因为 我是按照第一种方式来处理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刚才说的 第一种方式是什么 第一种方式是在 url.py里面呢 增加一个handler 各种代码的 行数 我们看一下 那这里呢 我们已经确保 debug呢 是false 还有一个就是 可能上一节课也讲 就是我们 instal apps 这里面呢 必须把我们 我们现在的 这个项目的名称呢 写进去 例如说我们现在 这个项目叫block test 那就把block test 写进这里 因为 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 我们Django在找 模板 找模板的文件的时候呢 它会来这里面 install apps 里面呢 找看看你 里面已经有多少个应用 那这个模板的路径 我上一节课也跟大家说了 它是放在 比如说我们现在是block test 那进来里面呢 是在这个地方 是在这个地方 templates 你这里有新建一个templates的目录 然后这些模板文件放在这里面 每个app的app里面呢 放这些模板文件 那么我们看一下 url stoppy 那这里大家记得就是 要把这个名字写进去 setting stoppy 我们就先不管它了 我们看一下url stoppy 那之所以访问 不到 然后显示这一个呢 是 是因为这个原因 大家可以看到 我这里加了一句 handle了404等于 block test.views 后面是我自己增加的一个行数 那这样它会怎么处理呢 就是说 你加了这句之后呢 只要出现404错误 它就会跑到你的views.py里面的 这个行数去处理 当然这里也不仅仅是404了 我们刚才看了文档也知道的 这里也有可能 你还想去处理一下500错误的时候 要怎么 要到哪个行数里面处理啊 403啊 400啊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views里面呢 这个行数到底是怎么写 那大家呢 跟着我的步骤做的话呢 可以直接在url stoppy里面呢 自己加这些行数啊 handle了404等于 等于你的项目的block test.views里面的某个行数 然后后面继续往下加就是handle了500等于哪个哪个 ok 我们看一下views 大家可以看到刚才的views.什么什么行数呢 这个行数名当然你可以自己取哈 我现在只是取得比较名字取得比较长 这个是404 not for the view 那这个view呢 那这个view呢返回的是什么 返回的就是这一唱 这一唱 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一唱就是就是这一唱了 当然我们在现实里面呢 就是肯定不会有这么简单的404页面了 但是大家要清楚的就是 但是反正可以在这里面呢返回你自己想要的信息 例如说 那我现在呢返回的应该是这样 当然这个404的页面非常简陋啊 我只是为了演示 演示说它是怎么怎么处理的 因为我们经常不仅仅是要显示这些信息了 我们可能还有一些小的处理 例如说我不仅仅要显示一个404页面 我在这里面呢 这个view的这个地方 我可能还要做一些处理一些记录啊或者什么 当然唯一要记住的就是一定要简单 就是这里面不能做一些太复杂的操作 因为本身你已经出错了 或者你的服务器已经有某些问题了 你这里呢如果连这里你你都做非常复杂的操作呢 有可能你连这个404的页面都显示不出来 或者500页面都显示不出来 所以一定要记住就是在处理这些出错的这些行数里面呢 尽量要简单 越简单越好 你不要去做一些非常复杂的操作 就像我这里直接就返回一些信息 那大家可能现在已经比较清楚 就是说如果我们自己来自定义这种出错页面呢 就可以通过第一修改URL.py里面增加 增加这些Handler 增加这一些 来定义我们哪个行数来处理这种情况 那么我们刚才看到 这里有用到http-response-not-found这个行数 我们可以看啊 它是在django.http里面import进来的 那如果是500呢 其实我在课件里面也有写了 就如果是404呢 应该是用这个response-not-found 那如果是500呢 用的是response-server-error 因为500本来它的意思就是说服务器错误嘛 那403呢 是response-forbidden 这几个我都帮大家已经查出来了 所以我就写在课件这里 大家可以用 在views里面呢 可以用相应的这些行数 那如果你有那种兴趣想要深究说啊 你老师你你这个这些东西在哪里找出来的 那我也可以告诉大家 就是说我在我是在这个地方 那我上上次有讲过就是用这个这一句话来找我们的django是安装到哪个目录啊 那我找出来它是在这里 那刚才那些行数呢 其实是在django所在目录下面有一个http的模块 底下呢 一个init.py这里找出来的 当然这只是你自己可以去看一下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面是什么那种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面是什么那种 我在这里找的 那你如果要用这些行数呢 你在views.py里面呢 要把它先导入进来啊 这才能用 例如说404 那我们知道它是notfound 那就是用这个 那其他的要用哪个呢 这里课件里面已经有给给大家了 那大家知道我是怎么找找到这些东西的就好 好那我们现在讲讲了第一个方式 就是说在urils里面配置的 那这样显得非常麻烦 是吧 大家可能有些爱动脑筋的同学呢 也想想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老师像你这样写的话 那我如果要一个比较复杂一点的 或者是看起来好一点的出错页面 那这里岂不是要写一大堆东西 那也是这样的 那有没有好一点的办法呢 Jingle它还有一种 另外一种就是方式 就是说你你不要去 不用去做这些事情 你直接就建立一个404.html 500.html放到哪里 放到公共的templates目录下 那我对于我们这项目来说呢 这个目录其实是哪里 其实就是在 我们的block text里面呢 是有个manage.py对吧 然后再进去之后呢 里面呢就是有个我们上一节课说的 建立了一个template目录 就放在这里面 就放在这里面 比如说404.500.html 你自己建立 建立一个这个 建立一个500 或者是你 你还希望更多的 那你可以放403啊什么的 反正你就是放到template目录底下 那放下去之后呢 如果你到时候访问 访问一个不存在的路径 它自然就会去显示里面的内容 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 我们现在首先去把 刚才做url.py里面的 那句话去掉 让它呢直接就显示我们template目录下的东西 刚才我们用的是第一种方法 大家看 那我这里呢 我现在我把它注视起来 也就说我这一句话 404这一句话呢 我不加了 那也就是它404之后 不会跳到我们这里面的行数来了 OK这句话已经不加了 那么我们呢 就进去template里面 我们进去里面呢 也是给它一个404页面 另外一个404页面 当然这个是html的啊 我们编辑这个404的html 在template目录下 那如果我现在再访问呢 大家可以看到 它就不走我们刚才的 那个404的行数里面的那些东西 它直接就去 它其实这些内容是在哪里啊 刚才其实就是在template目录下的 404的html 所以如果说有更简单的方法呢 我们就是在这里底下 来新建这些html文件就可以了 那有可能有一些同学呢 可能会问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如果既想要做一些事情 就是说我在自己的行数里面做一些事情 记录下 例如说现在404我要在里面呢 做一些记录或者是分析啊 但是呢我又想用这种模板 就是直接把这些页面呢 写到html里面呢 怎么办呢 当然这个我们也可以做一下实验 就说我如果现在用 重新编辑一下 UIL OK我们现在呢 重新还是用回这个行数 对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当然它还是会显示刚才那个行数 reload 返回 是在我们views里面返回的 那我们现在去看一下views 现在呢 就是返回的其实是这个 那如果我们现在 我们试一下可不可以用这个直接返回某一个模板 我们现在不用这个 我们现在用temporary response 就像上面这个一样 也就说我现在如果是访问 访问不到的话呢 那我就让它显示这个 这个 等一下 ReturnTemplate 那我可不可以这样呢 就是我如果404页面 那就显示我template目录底下有个test到html 我就显示这个 OK 所以这里是不可以这样的 所以也就说呢 我这个404的处理函数里面呢 也不能像其他的 其他普通的views里面那样 随便我 例如说我来指定就用某一个模板 这样 所以这样是不行的 那所以我们这节课呢 讲的就是配置出错模板的这两种方式 那第一种呢 就是我们自己定义一个行数来处理 第二种呢 就是自己建立这些html放到公共的template目录下面 那大家可以呢自己去每一种方式都按照我刚才讲课的时候的这些步骤呢去实验一下 那下一节课呢我们要讲的是mem cache mem cache也就是说缓冲的使用 那这一节课呢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